马太福音第九章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心里说 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 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或说你的罪赦了 或说你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教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众人看见都惊奇 就归荣耀于神 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 坐在睡棺上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 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 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 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 耶稣听见就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上说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这句话的意思 你们且去揣摩 我来 本不是招议人 乃是招罪人 那时 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 说 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 你的门徒倒不进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皮带就裂开 酒漏出来 连皮带也坏了 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 魔女儿刚才死了 求你去按守在他身上 他就必活了 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 门徒也跟了去 有一个女人 换了十二年的血漏 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衣裳碎子 因为他心里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耶稣转过来看见他 就说 女儿 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从那时候 女人就痊愈了 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 看见有吹手 又有许多人乱嚷 就说 退去吧 这闺女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痴笑他 众人既被撵出 耶稣就进去 拉着闺女的手 闺女便起来了 于是这风声 传遍了那地方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有两个瞎子跟着他 喊叫说 大尾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耶稣进了房子 瞎子就来到他跟前 耶稣说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 主啊 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 照着你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吧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 他们出去 竟把他的名声 传遍了那地方 他们出去的时候 有人将鬼所付的一个哑巴 带到耶稣跟前来 鬼被赶出去 哑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说 在以色列中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法利赛人却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并争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请不吝点赞订阅